柯文哲說 要先辯論再比明 要市長會接受這個戰略 在早上我們選辦跟黨部都有跟科辦來聯繫 那雙方面已經取得了聯繫 那我們要兩邊會坐下來談 那不管在哪一個時間地點 我們所有的議題都是開放的 那先坐下來 兩邊把所有的相關的議題大家對好 大家一起朝藍白合作方向往前走 那主席想再問一下 就是現在這個國民黨沒有答應要比明調 不過他們現在就率先要派出金普通和黃建廷來談 那是不是在他們還沒答應要比明調之前 是不可能跟他們來談嗎 是這樣的好不好 我也知道他們的策略 他們的策略就是說 能拖就拖 我們認為說只要拖到11月 他們小溪扛母機 他們明亮就要上來 其實是這樣 但是他們忘記一件事情 其實台灣的人民是有自主性 絕對不是說 喔 政黨主席說轉彎 全黨就跟著轉彎 或是你的自治者就全部轉彎 所以這有時候是 一廂情願 他在講說 他派兩個人 我說可以了 那我們就派黃珊珊跟周宇秀 見面就要先討論 先來斷三場政策電路 再來就比明調 這樣就好了 我猜他一定 一定七拖八拖的 我們也是以總統的身份參選 在過程當中 如果有人要來比賽 我們還是可以開放 但是我覺得是這樣啦 這個 自從我說要比明調 我看現在公民黨也躲起來了 然後就開始偷智傑 其實還是剛才講的那一句 其實要記住 人民是自主性的 這不是政黨領袖 旗子一揮說往東 大概就往東了 這個 特別台灣民主化到現在30年了 這不是那種 50年前你知道 里長啦 或什麼什麼 誰說 往哪一邊走就往哪一邊走 所以老實講 還要這樣記住 這個人民才是國家最後的主人 所以我覺得這樣 各方在算計的時候 還是要把這個考慮進去 台灣人民已經沒有辦法 像你想像的那樣處理 不太可能 主席 對藍白河有信心嗎 因為接下來 現在好像談得 好像有點卡住的感覺 沒有錯 藍白河到目前為止 好像看不到一個進一步的進展 大家都很憂心 但是我們相信全民會給他們壓力 而且我們國民黨的主席 也已經提出了一個方案 我相信在最近之內 一定是在全民的一個壓力之下 下架民進黨的這樣一個期許之下 一定會讓藍白有一個非常妥協的 而且非常正確的 而且能夠調和的一個道路 一個想法出來 我相信十一月 十一月談十一月一定會日漸明朗 因為這是我們共同的理想 共同目標下架民進黨 國民黨猶豫能當副選 我覺得這些都言之過早了 因為我們覺得民調當然不能夠決定一切 大家可能知道很多次的選舉 民調是一回事 選出來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 所以民調是不是真正的可靠 這也是值得我們一個憂慮的 所以我覺得凡事不能只靠民調 可能還有很多綜合的方面 比如說柯P也講過了 柯文哲也講過了 這個不是一個權位的分配 而是理念的結合 既然是理念的結合 我們是不是要把彼此之間的理念 說清楚講明白 如果說兩個人勉強錯合在一起 但是思想不一樣 路線不同 那麼我覺得這個核也是一個表面的核 所以大家徹徹底底的要談清楚 到底我們想要做什麼 到底我們有什麼樣的方式 有什麼樣的理念 將來合作之後 能夠讓百姓覺得說 那是值得我們安心的跟信任的 這樣才能夠真正的下架民進黨 韓國瑜現在也出手了 然後已經跟柯文哲見面 你就有信心 就是覺得他能可以扮演一個統統這個角色 當然我們很希望 當然很希望是有這樣一個好的結果 但是結果沒有出來之前 一切都是多講的 主席想要請教一下就是說 禮拜天跟韓市長見面 那見面的時候有聊到什麼樣的題目嗎 是不是關於藍白客 我跟你講 我跟韓國瑜 就算在不同的政黨 不同的陣營 但是畢竟還是朋友 所以我也很多年沒有看到他 所以 有時候 就見面聊聊天 而且 本來很早就有約他了 但是後來他出國 後來變成我出國 最近才好不容易有機會可以見面 那你說聊什麼 東聊西聊 朋友聊天 什麼都聊 從那個 中美 中美國際局勢是 談到哪裡都有 什麼都有談到 有特別談到就是藍白合作部分嗎 因為韓市長好像是要來當這個藍白盒的統括嗎 有特別聊到這一塊嗎 他當然是希望說再一個合作 我就問他 那怎麼合作 現在每天都被國民黨勤呢 要這個藍白合 那阿伯您提出要做民調 他們又不願意整天說自己家大業大 泱泱大黨 那選舉是票多的贏啊 那所以其實我是希望您 一無反顧平一次 與其合 倒不如看情況 也不一定要合 因為我支持您選到底 我的問題就是說 有一定要合嗎 非合不可嗎 謝謝 其實這樣啦 剛才那個是這樣啦 台灣有35%的人 當然是支持賴清德 可是有65%的人是 反對那個民進黨繼續執政 所以是這樣啦 今天如果我們是個內閣制的國家 這個都不是問題 當然今天我們不是一個內閣制的國家 而且還有一點啦 我們的總統選制 也不像法國 法國是選出來以後 如果沒有人單獨過半 就要有選票最高的兩個 再投第二輪 要確定有一個人是過半以後 他代表一個過半的民意才當總統 我們台灣不是嘛 如果是三族選喔 應該有可能當選的只有38% 四族的人選喔 恐怕真的會掉到35%以下 所以這 如果只有35%以下的人支持喔 然後就變成 就變成少數去統治多數 這的確是個問題啦 那 不過是這樣啦 這件事情我也一直在思考你知道 所以一開始要說 比賽要有比賽規則嘛 民眾黨是可以跟大家合作 今天是這樣啦 所謂的藍白和的問題就是說 不然你講嘛 總要有個比賽規則嘛 你國民黨不可以說 我沒有比賽規則 但是我要合 奇怪 哪有這一回事 不然你國民黨你自己講 要怎麼 他們從來不提出比賽規則 我說好 你說你不提出 那我提出 比民調 贏的人當正 輸的人喔 就不要 輸的人可以自己選那個 推薦副總統 然後 再由這個 這 贏的人喔 來 綜合考量喔 對這個選舉是不是 贏的機會最大 這是聽起來就比較合理的一個比賽規則嘛 如果你國民黨不同意 不然你講啊 你要怎麼比賽啊 你今天哪有說 欸我不要比民調 我要當正的 那你乾脆說 你整個旁邊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啦 民眾黨 可以跟每個人合作 民眾黨只希望說 有一個公平的對待 這樣就好了 但是 所以我相信在這一段時間 大家會開始思考說 怎麼去 做出對台灣人民最好的決定 好